一天早上,原了凡上山去采草药,一直走了好久,不经意来到了雌云寺。 当他从雌云寺门口路过的时候,就看到从寺里面走出来的孔道长。 道长好,这位施主,请留步,从你的面相来看,你有做官的命,而且明年就能考中秀才,为什么不读书呢? 原了凡看孔道长态度诚恳,就把弃学从医的原因告诉了他,而且还问起他的身世来。 我信孔是云南人,宋朝少康杰先生所精通专讲,技术命运的少子黄极术正传,我得到他的真传。 照注定的命运,找注定的命运来讲,我应该把这本黄极书传给你。 多谢道长。 因此,原了凡就把孔道长请回家赞助,并且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母亲。 道长,请喝茶。 嗯,好的。 母亲,请喝茶。 原老太,恕我直言,你们原家五代前,人丁兴旺,白子千孙。 可惜在四十七年前的春天,遇到一场灾结,只剩下一脉单船。 哎,而原公子的父亲更是英年早逝。 哎,孔道长,您真是精通秘理啊。 连几十年前的惨事都能推算得出来,真像个活神仙啊。 过奖过奖过奖,贫道不过是遵照黄极书所记载的法条定论,自然十分灵验了。 孔道长,既然这么精通秘书的道理,那就请道长给我儿子也推算推算,看看究竟如何。 孩儿遵命。 所以,我就相信了孔道长的话,重新读书,准备考秀才。 而孔道长为我起述算命说, 说我做同生时,现考应考第十四名,补考应考取第七名,审考应考第九名。 到了第二年,三处考试真的都考取了,而录取的成绩都不出孔道长所料。 因此,我就请孔道长为我推算终身的吉凶祸福。 他算的结果是,说我某年考上了第几名,某年补上了领生缺,某年做上了供生。 然后,某年当上了四川省的一个县县,再任三年半后,便离职回乡。 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也就是半夜两点钟左右,寿终正寝,而且命中没有儿子。 父亲,这推算不是错误了吗?如今,您已过花甲之年,而且孩儿可是您亲生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且听我往下说,从此以后,凡碰的考试,名字先后,都不出孔道长的所料。 他还算定,我今生注定须领用九十一弹五斗的领生米,才能做共生。 但是,当我领到七十一弹米的时候,上司即为我成文补共,因此,我就怀疑孔先生推断的准确性。 没想到结果还是被驳回补共的成文。 怎么会这样啊? 直到丁卯年,殷秋名宗时,在考场看到我的备考试卷,考得很好,不忍心埋没人才,就吩咐县官,替我成文,正式生补我为贡赏。 这时候,计算所领之领生米量,恰好正是九十一弹五斗米。 至此以后,我就更加相信,一个人的进退功名臣服,都是命中注定的,而走运的迟或早,也有一定的时候。 从此,一切都看淡了,不再去追求了。 我说的这些话,你要铭记在心。 后来,我入雁京一年,终日静坐沉思,不说话,也不转动一个念头,直至有一天,拜访云谷禅师,我的命运就开始转变了。 手下来 轩 转变 转变 原施主 禅师 凡是一个人 所以不能成为圣贤 都是因为被杂念和欲望所缠绕 而你静坐了三天三夜 我不曾见你起过一个妄念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我的命运都给孔道长算定了 荣辱生死都已有了定数 妄想又有什么用呢 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豪杰 哪里知道原来你也是一个 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 禅师 这话怎么说呢 一个平常人 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 既然有这一颗 一颗不停的妄心在 那就要被阴阳气树所束缚了 既然被阴阳气树所束缚 怎么可以说没有树呢 虽然说树一定有 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树所束缚住 要是一个极善的人 树就束他不住了 因为极善的人 尽管本来命里注定要吃苦 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 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而极恶的人 树也拘不住他 因为极恶的人 尽管他本来命里注定要享福 但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 这大恶事的力量 就可以使福变成富贵长寿 变成贫贱短命 你二十年来的命被孔道长算定了 不曾把树转动一分一毫 反而树把你居住了 一个人会被树居住 那就是凡夫啊 这样看来你不是凡夫 又是什么呢 那一个人的命运能逃得过吗 这命由我自己造 福由我自己求 我造恶就自然折福 我修善就自然得福 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 实在是的的确确 明明白白的好教训 我们佛经理说 一个人要求富贵 就得富贵 要求儿女就得儿女 要求长寿就得长寿 只要做善事 命就拘不住他了 因为说谎话是佛家大戒 哪有佛菩萨乱说假话 欺骗人的呢 可是孟子曾经说过 求起来能够得到的 那必须是自己心里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譬如仁义道德 全是我心里的 我要立志成为一个 有人义道德的人 我自然就成为一个 有人义道德的人 这是尽力去求得的 而功名富贵乃是身外之物 别人肯给 我才能够得到 别人不肯给 我又怎么样可以求得到呢 孟子的话并没有错 是你解释错了 六祖会能禅师曾经说过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也就是说 一个人只要从内心自求 立行人意道德 自然就能够赢得他人的尊敬 而得到身外的功名富贵 为人若不知 反攻内心 从心而求 只顾好高骛远 祈求身外的名利 那就算是用尽心机 也是求不到的 我明白了 禅师 谢谢禅师为我解惑 对了 那位孔道长算定 你不应该得到功名 也不应该得到儿子 是吗 是的禅师 如果这就是你的命数 那你应该反省 你过去的所作所为 会有什么想法呢 官场中的人都有福相 而我相貌轻薄 又未能积福 加以不耐繁重 度量狭窄 纵情任性 轻言妄谈 自尊自大 这些都是无福之相 又怎么能够得到功名呢 俗话说 地会多生物 水清 常无余 我浩劫成痞 形同孤寡之相 是没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 我脾气暴躁 缺乏养育万物的和气 是没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 人爱是话语之本 刻薄是不欲之音 我一向洁身自爱 不能舍己为人 同情别人 是没有儿子的第三个原因 其他还有 多化耗气 耗酒损精 喜欢彻夜长作 不知养护元气等等 都是我没有儿子的原因啊 照你这么说 世间上不应该得到的事情 还多得很呐 其只是功名自私之事啊 世上的人是享用财富的 或者是应该饿死 是取决于个人的心情所造成的 上天只不过因财失教 因势力倒而已 并未加丝毫的力量 就像人体的轻重 是决定本身的分量 并非傍乘在厚此薄彼 你明白吗 即使传宗接代的事 也是一样的 但凭个人的积善厚薄 有百事功德的人 就有百事子孙可传 有实事功德的人 就有实事子孙来护印 那些绝世无厚的人 一定是劳无功德的人啊 孔先生推算你当不了大官 没有儿子 这是你过去神中造的意 但却是可以改造的 只要你扩充德行 多积应德 多做善事 则自己所造的福 自然会得到好报应的 从此我就醒悟过来 深信云谷谈诗的话 将往日的过失 在佛前尽情表白忏悔 并做了一篇文章 先祈求能得到功名 还发誓要做三千件善事 以报答天地祖宗 养育之恩 云谷谈诗拿了功过布给我看 教我照着功过阁锁定的方法去做 所做的事 不论是善是恶 每天都要记下来 善的记在功过阁上面 恶的事情就记在功过阁下面 不过做了恶事 还得看恶事的大小 把已经记得功来剪除 同时 陈师还教我念准提咒 准提咒 鸡手归一 苏西地 头面顶礼七句旨 我今称赞大准提 唯愿慈悲 吹家户 画符录的专家说过 不会画符鬼神秀 因为画符跟念咒 要异曲同工之表 在画符的时候 一定要心不动念 到了念头不动 就用笔在纸上点一点 这一点就叫混沌开机 从这点开始 一直到画完整个符 都不起一个妄念 那这道符可就灵验了 好的 陈师 其实不仅画符 不可以夹杂念头 凡是起告上天 或者改变命运 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做功夫 多谢 陈师 我明白了 孟子讲立命道理的时候说过 短寿和长寿没有分别 乍听之下 一定觉得很奇怪 但是他的立论 却是十分正确的 试想想一个人如果能够心处不动欲念的境界 随遇而安 生命自然过得踏实 这样哪里还会有长寿和短寿的分别呢 换句话说 毁遇 穷通 贫富 会见 也都只是在心存妄念之后才会有分别 正因为世人心存妄念不敢面对现实 不能以静心处理顺境 以善心安于逆境 因此生死就变成严重的两面 一切凶急或福 毁遇是非 穷通贵贱 也就困扰着世人 而心神不安 永无宁日 所以说呀 一个人如果能够修身养性 去恶向善 安于顺逆现实 不动丝毫是非之念 那么命运自然会变好 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是要时时刻刻持念准提咒 念到滚瓜烂熟 有持如无持 无持似有持 念持咒的念头 自己都没有感觉的时候 心无杂念 所求的事情自然就灵验了 我明白了禅师 谢谢禅师为我解惑 从此之后 我就把起初的浩雪海 改为了凡 因为我明白了 立命的道理 不愿意和凡夫一样啊 在往后的日子里 我常常小心行事 自己也觉得和以前不同了 即使一个人处于暗示之中 也恐怕会得罪天地鬼神 而施加警惕 碰到有人骂我回我 我也都不予计较 淡然处置 到了第二年参加考试 孔道长算定我得第三名 我却考取了第一名 孔道长的推算开始失灵了 到了秋天乡市 我竟然考中了举人 这都不是我命中注定的 回想起云谷禅师的话 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我就更加相信了 我虽然把过失改了很多 但还是觉得修得很勉强 譬如行善而不彻底 救人而心存疑虑 或者口不择言 又或者平时操持守节 而最后则放荡扶居 将功抵过 行统虚度 因此从几四年 听了云谷禅师的教训 发愿要做三千件膳食 直到一卯年 经过了十多年 才把三千件膳食做完 隔年回到故乡 寄到国堂还愿 并再起了求子的心愿 再许下三千件膳食的大愿 到了新四年 也就是一年之后 你就出生了 我每做一件膳食 都用笔记下来 你母亲不会写字 每做一件膳食 就用鹅毛管 在日历上画一个红圈 譬如施舍物品 救济穷人 助人疾难 放生等等 有十一天里 就做了十几件膳食 我们这样继续行善积德 只有两年时间 三千件膳食就完成了 我们立刻再到佛堂还愿 并再求重进士的愿望 并许下了做一万件膳食的大愿 经过了三年 我就考取了进士 更当上了保底线的支线 从此以后 我就准备了一本 有空格的小册子 我叫它 制心篇 而且交代看门人 每天早晨将它放在办公桌上 我每天所做的善恶事 无论大小 都要一一记录下来 到了晚上 就在庭院里摆了桌子 祈告天地 你母亲见我善事做的不多 就皱着眉头对我说 我从前在家帮你做善事 所以你所许的三千件善事的心愿 能够做完 现在你许了做一万件善事的心愿 在衙门里没有什么善事可做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就在当天晚上 我竟然做了一个梦 晚上 袁了凡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自己 见到了天神大爷 袁了凡 啊 天神大爷 你为何辗转难眠呢 回禀天神大爷 在下曾经许下过做一万件善事的大院 可是至今未见成效 恐怕在我有生之年都不能够完成这桩心愿啊 哎 哈哈哈哈 你这个心愿啊 早就已经完成了呀 难道你不知道吗 啊 你是这地方的县长 你曾经下令减收百姓的粮租 就是这件事情 就能够一事敌万事 功德圆满了 哈哈哈哈 呃 啊 原来保底县的田租很高 每亩田需缴两分三厘七毫的租水 我把田租减至一分四厘六毫 可是我听了天神的话 心里仍然有些怀疑 这件事真的可以抵上一万件善事吗 刚好有一位幻语产事 从山西的五台山来到保底 我就把梦里的事向他请教 他说 只要真诚为善 切实立行 就是一件善事 也可以抵得上一万件善事了 何况全县减租 万民受福 当然一善可以抵万善了 于是 我就捐献兴奉 请陈师回五台山 替我预备素菜素饭 请一万个和尚吃饭 以表示我诚心地还愿回向 父亲 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孔道长算我的命到五十三岁那年 应该有灾结 我虽然没有起天求寿 到了那年也就平安无事地度过了 现在我都已经六十九岁了 经书上说 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 人的命是没有一定的 人的命没有一定的 是要靠自己造的 这些话一点都不讲啊 所谓人的祸福 其实都是自己求来的 而命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可以改造的 父亲 那我的命究竟怎么样呢 这个并不重要 就算你命中是应该荣华不贵 也还是要当作不得意来想 就算你碰到顺心得意的时候 也还是要当作不趁心来警惕 就算你眼前有吃有穿 也还是要当作没钱用 没房子住去想 就算旁人喜欢你 敬重你 还是要小心谨慎 当作恐惧想 就算你家世代有名声 人人都看重 还是要当作第一位去想 就算你学问高深 还是要当作粗浅去想 如果你有这六种想法 道德自然会增进 福报也就自然会增加了 其实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 实在不少 然而他们在这道德上 不肯用功去修 事业上也不能用功去做 就只为了音寻两个字 得过且过 所以才误了一声啊 总的来说 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许多话 实在是最精 最深 最直 最正的道理 希望你要细细地研究 还要尽心尽力地去做 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过 这些你知道吗 孩儿知道 感谢父亲的教会 优优独播剧场上